王金兰又发布了声明 再次怒斥刀狼 并要求向他公开道歉 更多内幕曝光 女方曾见力望已出卖刀狼 王金兰时明举报刀狼抄袭的后续发展 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更多内幕的曝光使得事件变得更加复杂 据王金兰称 刀狼削弃了他的20首元创作品级一名 这一指控可谓重磅炸弹 瞬间在音乐圈内掀起波澜 面对王金兰的举报 刀狼方面迅速做出回应 称王金兰的言论纯属造谣诽谤 并表示已经报警处理此事 刀狼方的态度坚决 对于王金兰的指控予以否认 并采取了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然而 王金兰并未因此退缩 他在看到刀狼方的回应后 又发布了声明 再次怒斥刀狼抄袭 并要求刀狼向他道歉 停止演唱的20首歌曲 王金兰的坚持让事件进一步升级 双方的对立愈发明显 不过 事情的发展出现了转折 有网友发现 王金兰的账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被封禁 他所发布的那些举报刀狼的视频也被下架 这一举动表明 刀狼方面确实采取了法律行动 而平台也对这场争议做出了自己的决断 尽管如此 王金兰并未放弃 他再次显示出他的决心 重新注册了一个账号 继续为自己喊冤 这种不屈不挠的态度 让这场纠纷更加扑朔迷离 同时也引发了公众对于原创音乐保护 网络言问自由与责任等话题的深入思考 在这场风波中 真相究竟如何 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和调查来揭晓 而王金兰和刀狼之间的这场争斗 无疑给整个音乐行业敲响了警钟 提醒着每一位音乐人对于版权的尊重和原创的重要性 就在这时 资深媒体员 记者杜温胡发文 透露了更多细节内幕 为这场风波带来了新的转折 杜温胡表示 经过他多方采访调查后得知 原来王金兰和刀狼的恩怨可以追溯到20年前 当时 王金兰还是新疆某报社的一名年轻鱼记 刀狼走红后 他为了名利 便在刀狼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 先是盗走了同事早年采访的 未发表过的关于刀狼的文章 之后 王金兰将文章偷偷送给上海的出版商 出版了《谁是刀狼》一书 并跟出版商签署了绝对保证真实的合同 由于这本书涉及一些刀狼的个人隐私 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直接出版 对刀狼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为此 被盗走文章的记者决定与刀狼一起跟王金兰打官司 而王金兰的这一行为 在当时也被同事们视作建立 往以出卖刀狼 并被报社除名 同事当时还质问他 你一个小姑娘做人怎么能这样 如今 这些就是被重新提起 让人们不禁对王金兰的动机和行为产生了更多的疑问 杜恩胡的发文 无疑为这场风波增添了更多的悬念 刀狼和云朵的关系 王金兰的指控 以及他与刀狼的救援 这些线索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 而真相似乎正逐渐浮出水面 在这个时刻 我们不禁要思考 如何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保持理性判断 不轻易被舆论所左右 同时 我们也应该尊重每个人的隐私和选择 不轻易对他人进行道德审判 毕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和故事 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理解和空间 做了不厚道的是被报社开除后 王金兰的精神状况出现了严重问题 他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何意想症 将刀狼视作仇敌 这种心理状态的变化 让他的行为变得更加偏执和极端 多恩胡采访王金兰的前同事后得知 王金兰举报刀狼这一类的事 其实很多年前就出现过 他闹了很多年 但不管报社和警方如何跟他沟通 他还是不知悔改 由于他的精神有问题 警方也很无奈 以至于大家就认由他闹下去 也懒得管了 然而 没想到的是 王金兰时隔多年竟然又把这件事闹到了网上 还闹得这么大 对此 王金兰前同事表示 王金兰所举报的所谓的刀狼剽窃作品 权钱交易纯属谣言 希望广大歌迷辨别真伪 不要相信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人说的话 这个事件再次提醒我们 面对网络上的各种言论 尤其是涉及知名人物和敏感话题时 我们应该保持理性 不要轻信未经证实的信息 同时 也要关注和理解那些可能患有精神疾病的人 给予他们适当的关爱和帮助 然而 对于患有精神疾病的说法 王金兰却予以坚决否认 直言这是刀狼等人陷害她的一次阴谋 她痛斥对方贼喊捉贼 称自己在刀狼的打击下已经完全失去了安全感 王金兰表示 她由于长期遭受打压而患病 在药物的作用下 从如花似玉的文艺女青年变成了如今的身材臃肿 尽管身体状况发生了变化 王金兰表示她身残之间 正在积极锻炼身体 努力活下去且越活越好 她要活着告诉大家一段不为人知的人性的扭曲与罪恶 王金兰的言论充满了对刀狼的愤怒和对自己的坚持 她似乎不愿意接受自己患有精神疾病的现实 而是将这一切归咎于刀狼的打击 这一事件再次引发了公众对于心理健康和网络言论的讨论 一方面我们需要关注那些可能患有精神疾病的人 给予他们适当的关爱和帮助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理性对待网络上的言论 不轻信未经证实的信息 其实从王金兰的这几段话就能很明显地感受到 她在表达上有些逻辑混乱 前言不搭后语 根本就不像是鱼记该有的表达水平 这种混乱的表达方式 让人不禁怀疑她的指控的真实性 更重要的是 她的那些所谓的爆料 根本就没有证据支撑 她提到的所谓的被抄袭的歌曲如《西海情歌》 2002年的第一场《雪披着羊皮的狼》等 都是刀狼的成名作 歌和人都火了那么久 刀狼是平时力让人喜欢的 这些歌曲不仅旋律优美 歌词富有诗意 而且深受广大歌迷的喜爱 传唱度极高 此外 刀狼此前发布新专辑《山歌聊哉》的盛况 至今都让人记忆犹新 这张专辑火遍全网 歌词有深度 歌曲的传唱度也极高 这也是她实力的证明 她在音乐上的才华和努力 赢得了广大歌迷的认可和喜爱 因此 王金兰的指控缺乏证据支持 而刀狼的音乐才华和实力是有目共睹的 面对这样的指控 我们应该保持理性 不轻信未经证实的信息 同时 也要尊重每一位音乐人的创作成果 保护原创音乐人的权益 南部城王金兰还要说 罗刹海事也是刀狼抄袭她的作品 这无疑是对刀狼声誉的又一次严重损害 也是对音乐创作成信的又一次挑战 然而 从王金兰之前的言论和行为来看 她似乎已经失去了理性 她的指控缺乏证据 她的行为令人质疑 只能说 刀狼太火 谁都想蹭她的热度 空口白牙就敢污蔑刀狼剽窃 王金兰她是真敢啊 是忘了自己当年偷别人的文章 侵犯刀狼的隐私发书赚钱的事了吗 她的行为已经暴露了她的人品和道的底线 她的言论已经失去了公信力 相比之下 谁是小偷 谁的话更可信 网友们的心中自有意赶称 刀狼的音乐才华和努力是有目共睹的 她的作品深受广大歌迷的喜爱 她的音乐才华和实力是有目共睹的 王金兰的言论和行为 无疑是对刀狼的严重诽谤 也是对音乐创作诚信的严重挑战 然而 刀狼的音乐才华和努力是有目共睹的 她的作品深受广大歌迷的喜爱 她的音乐才华和实力是有目共睹的 网友们对王金兰的言论和行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和不满 他们认为王金兰的言论和行为是对刀狼的严重诽谤 也是对音乐创作诚信的严重挑战 网友们纷纷表示 他们相信刀狼的音乐才华和努力 他们支持刀狼 他们认为王金兰的言论和行为是对刀狼的严重诽谤 也是对音乐创作诚信的严重挑战 因此 面对王金兰的指控 我们应该保持理性 不轻信未经证实的信息 同时 也要尊重每一位音乐人的创作成果 保护原创音乐人的权益 保护原创音乐人的权益